Hello,大家好,我是阿尤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男人和女人的故事 据统计呢,我国的女性的平均收敏 比起男性足足多出了上一年的时间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背后到底有怎样的一个秘密 《智空》里这本书里给出了她自己的一个解释 她说,由于女人平时如果自己有负面的情绪 她有压力,她有委屈 她可以哭,可以闹,可以找闺蜜去倾诉 那么反观我们男人 社会给我们的定义和标签是 男人如果有苦也不能轻易地说出口 如果心里有委屈,自己忍着 经常有压力,自己当着 最多也就是偶尔跟上午好友去喝个小酒 吹一个牛 以这种最能保全面子和尊严的方式 来排解自己的防忧 这也是女性平均年龄高于男性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么如果一个人他长期他的负面的情绪得不到排解 得不到抒发 会有怎样的一个后果 抑郁症 接下去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 我的一个朋友 虽然说他现在是一个千万的资产的一个身家 但是呢,他身受抑郁症的困扰非常的痛苦 20年前,他适合我差不多来到的意大利 但是过了不久之后 他就查出身体不好 肛不好 但是呢,是一个小毛病 医生说你只要按时吃药 然后注意饮食和休息 过一两个月就会没事的 但是他把这个事情跟一个亲戚一说之后 那亲戚说 你这个病可不得了 我有一个认识的人也是你差不多 但是呢,他后来就肝硬化 肝癌,后来就去世了 我这个朋友医生的话没听进去 把他的清晰的话记载在心里 在心里种下了一个黑暗的种子 到后来就是越来越严重 以至于到现在也是没有痊愈 吃再多的暗鸣药也是无济于事 他虽然现在天天晋升 有一个魁梧阳光的外表 但是他的内心是毁暗的 他遇到事情总是往最坏的方向想 往最糟糕的方面去想 就是深深地把自己脱入了深渊 那么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心情不好 有负面情绪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除了体育锻炼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手段之外 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心态 就像海伦凯勒说的 面对阳光 阴影就会在我们身后 积极地面对生活 我们要向阳而生 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 拜拜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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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